大家好我是鸡腿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天经之乱的关键人物 中国古代近代平民起义事件千千万 其起义方式 起义规模乃至起义过程中 造成的死亡人数 每一样都足以让这次起义载入史册 但纵观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最引人深思的部分 还是他起始时的声势浩大 和覆灭时的一败涂地所形成的强烈对比 有人认为太平天国的失败主要是战场上的失败 是曾国藩的围剿所致 但这只是原因的一部分而已 归根结底太平天国政权内部的分化和腐朽 才是这场失败的根本原因 会想到死伤无数的天经之乱 想到滥杀成魔的维昌辉 想到骁勇善战的石打开 但是却很少会有人注意到 一切混乱都是以这名小角色作为导火索 而这个被所有人忽视了的小角色 就是长期游走于杨红两方的双面人物 左天侯陈成荣 在参与洪秀全的起义之前 陈成荣只是广西藤县一个小小的御车夫 自小既没上过学也没有接触过什么大世面 相貌也是平平无奇 无短身材短小精悍 看起来就是一介粗人而已 但是正所谓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抖凉 陈成荣虽然大字不识几个 但是心眼却一点不少 加上车夫这一职业接触到的人比较多 陈成荣又很会察言观色 因此造就了他八面逢迎的社交达人形象 但仅有这些特质还是完全不足以 让他成为后来天经之乱的最大隐藏人物 陈成荣这个人一生的命运 可以说都是由他性格里的一个缺陷所决定 那就是小肚鸡肠牙字必报 甚至可以说要不是他的牙字必报 或许他压根都不会走进 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舞台 那么即使大势所趋的天经之乱注定要发生 也肯定不会死那么多人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或许还能多撑几年 陈成荣还是车夫时整日吃喝嫖赌 还是个借钱不还的老赖 有一年除夕 他在街上迎面碰上了被自己坑过的同乡 此举激怒了对方 于是将他当街痛揍了一顿 回家之后的陈成荣越想越气不过 于是在年初三一大早揣着刀杀光了 仇人一家 手段相当凶残 犯下如此滔天大案后 陈成荣在广西老家带不下去了 索性带上侄子陈玉成也就是后来威名远扬的英王 直接前往津田投奔了四处传教的洪秀全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集结了两万余人 发动了这名的津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陈成荣凭借自己过人的谋略 成功在一帮穷苦的农民中脱颖而出 混到了羽林侍卫的官职 第二年太平天国转战长沙攻下武汉 陈成荣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连升三级 陈成荣直接高升为帝官副丞相 然后在同年九月就升为天官正丞相 这还没完仅跟着第四年的二月 他又被封为新国侯 三月后改左天侯负责传达所有国物 位居朝内所有内官之上 虽说比起同期分封的石珠王 陈成荣这个左天侯实在没什么存在感 但是在太平天国的众多重大事物中 陈成荣绝对是扮演了重要角色的 否则他也不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就从一个杀人的逃犯 姚身一变为有权有势的左天侯 但陈成荣会满足于此吗 纵观他之前的所作所为 那自然是不会的 他并不是一个没有野心的小角色 而且即使同时受到杨秀卿和洪秀全的重用 但他位居人下 被轻视被辱骂甚至被殴打也是常识 牙子必报的陈成荣 又怎么可能会甘心一直这样下去呢 作为太平天国中央政权里的一员 陈成荣最拿手的本事就是善于体察人心 很懂得在不同人物之间游走 饶视杨秀卿和洪秀全两人相互不对付 也不影响陈成荣同时得到两边的信任 当然陈成荣也有他的烦恼 那就是杨洪二人的难伺候 杨秀卿为人清高自傲 对自己手底下的人向来轻视 不管多小的事 只要他看不顺眼 就给你个重刑伺候 甚至直接处死 并且在他看来这非但不是磕带手下 反而是欲下有方 大家越怕他就越显得他大权在握 也正是因为这种盲目的狂妄和自信 杨秀卿才会在将手底下的人都得罪了个变之后 还依旧下放权力重用他们 完全没有想到他们有一天会造反 而天王洪秀全比之杨秀卿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脾气暴躁易怒 做事经常考虑不周 一走极端 形势全凭个人喜好 根本听不进手下个官的敬言 但有不顺着他意思来的 下场都不太好看 陈成荣作为太平天国朝中事务的传达者 游走在这两位 大爷中间自然少不了要受气 一次就因为燕王秦日刚家中的马夫 得罪了杨秀卿的叔叔 陈成荣为牵连其中的刑罚 官皇玉坤说情 结果却被杨秀卿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了两百军棍 碍于身份地位的差距 当时挨了打的众人都是敢怒不敢言 毕竟当初杨秀卿杀了维昌辉的哥哥 维昌辉都敢怎样 更何况只是这两百军棍了 然而向来有仇必百倍相报的陈成荣 可咽不下这口气 他心里的小本本 上都一笔一笔记着自己受的委屈呢 只等机会一到便要悉数奉还 作为一个浑身上下八百多个心颜子的人 陈成荣在杨秀卿面前 丝毫没有表现出怨恨 反而是越发的顺从 做事情卖力得不得了 换着花样的讨好杨秀卿 这极大的满足了杨秀卿的骄傲自满心理 觉得陈成荣 简直是自己最理想的得力干将 不大大重用 他都说不过去 而这一切都在陈成荣的预料之中 有了杨秀卿下放的更多权力 陈成荣执行起自己的复仇计划 就更方便了 陈成荣知道自己不擅长行军作战 手中也无兵权 要想搞事情不现实 于是他便极力拉拢 手握精兵的维昌辉秦日刚 利用就是勾起两人对杨秀卿的怨恨 当时的太平天国正值鼎盛时期 虽然战事紧张 但胜在大将众多 军马充沛 即使是同时面对清军和外国侵略者 但同样的东王杨秀卿 与天王洪秀全的权力之争 也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大家对此都心知肚明 双方的矛盾也没有进一步发展 而陈成荣就是那块打破平衡的砝码 他吃准了杨秀卿的心理 在无形中不停煽动他夺取主权 让本就是财奥物 野心膨胀的杨秀卿彻底失了志 1856年 太平军依靠燕王秦日刚和翼王石达开的勇猛 先后击破了清军的江北江南大营 解除了天经被围的困境 太平军实力大涨 同年八月 认为自己功劳盖世的杨秀卿 自导自演了一场天赋下凡的戏码 逼迫洪秀全为他封万岁 实际也就是让位 洪秀全这个名义上的老大颜面无存 当即便怒火中烧 立马就前往了天王宫密告洪秀全 说东王杨秀卿准备对他动手了 劝洪秀全先下手围墙 洪秀全又气又急 奈何围昌辉和石达开都捅兵在外 手下一时无兵 陈成荣顺势自告奋勇 说自己可以带传密罩 保准马到攻城 于是全权交给陈成荣去办 三人理应外合 在陈成荣的一路引导下 趁夜带兵杀进了东王府 杨秀卿一死 天津乱作一团 天津事变就此发生 天津之乱的过程 及其后来发生的事情不必多说 熟悉历史的各位自然都了解一二 但让很多人不理解的或许就是陈成荣之死了 洪秀全之前明明那么信任他 最后却连他一起处死 这个转变实在太快 同时被处死的韦昌辉是因为滥杀无辜引起民愤 那么机关算尽的陈成荣又是在哪里露了马脚呢 其实他的死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 因为设计杀死杨秀卿还远远没有达到他的目的 陈成荣真正想要的不仅仅是复仇 还有夺权 为此他要杀的人可不止杨秀卿一个 唯昌辉 传达事物的便利让他不止告了杨秀卿的密 12人的离间之语 唯昌辉的暴行也很大程度是受了陈成荣的挑唆 否则杀红了眼的唯昌辉 不至于连时打开的家属亲卷都没放过 却让陈成荣和他的家卷全身而退 可见这一切都是陈成荣一早就计划好的 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陈成荣整日精于算计 玩弄人心 天经事变的成功让他伪装之下的野心暴露无遗 坐在背后旁观一切的红袖拳 怎么可能毫无察觉呢 玩火者终究为火所焚 陈成荣在天经之乱中的存在感实在无法忽视 因此红袖拳也得以极平民愤的理由 将他和韦昌辉一同处死了 但是即使如此 陈成荣造成的影响依旧存在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 自此彻底走向了败亡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和介绍给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